受惠东铁线过海段通车的消息 本周新界东CCLMAS创13周新高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最新指出 新界东CCLMAS最新报197.42点 按周升1.81% 升幅24周以来最大 新界西CCLMAS报170.68点 按周升1.81% 近4周指数于170点上下反复 港九市区楼价创近期新高后回远 港岛CCLMAS报186.38点 按周跌0.24% 连跌两周共0.97% 早前五周升4.49% 九龙CCLMAS报174.23点 按周跌0.87% 连跌两周共2.09% 早前三周年升4.43% 至于整体楼价表现则反复向上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MAS报181.84点 按周升0.32% 近四周CCLMAS报181.182点反复 雷升1.38% 早前三周由178点低位升到180点 雷升1.14% 展望CCL继续摘幅低升 短期目标由182点上升到184点 中原城市大型屋院领先指数CCLMAS报183.0点 按周升0.38% 近四周类升1.23% 早前三周类升0.93% CCL中小型单位报181.25点 按周升0.38% 近四周类升1.27% 早前三周类升1.04% CCL大型单位报184.83点 按周升0.04% 年升四周共1.94% 早前三周类升1.60% 楼价建底回升7周计 CCL类升2.53% CCLMAS类升2.17% CCL中小型单位 类升2.33% CCL大型单位 类升3.57% 港岛 九龙 新界东及新界西分别 类升3.48% 1.00% 百分之1.32% 及百分之2.98%